第20课 吉利的数字 1. 课文 1. 吉利的数字 你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数字吗? 不知道 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 不过,不知道也好 什么话? 以后,你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来问我好了 你知道? 知道 世界上的事,我知道一半 中国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 是吗? 你没听见大家都叫我什么吗? 叫你什么? 中国通 你才学了三个半月的汉语,怎么就成中国通了? 这不是说相声吗? 你怎么连这也不懂? 谁说我不懂? 相声是笑的艺术,说相声就是要大家笑,笑一笑十年少嘛 对啊 谁听了我们的相声,谁就会笑起来,谁就会变年轻 今年二十,明年十岁 什么? 你不是说笑一笑十年少吗? 别开玩笑了,你还是说说中国人喜欢什么数字吧 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这是我的伟大发现,我正准备去申请专利呢 你快说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是八 八?为什么喜欢八? 中国人认为这个数字最吉利 八怎么吉利呢? 你听,我说,八,八,八 你能听出什么音来吗? 八八八呀 你真笨哪,连这都听不出来 八的谐音不是发吗? 八八八就是发发发呀 我怎么听不出来呢? 你的汉语水平太低 汉语的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 不知道 发就是发财 现在谁不想发财呀? 发了财就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巧克力,买土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胡说什么呀? 只要有钱就能买好多好东西 我想起来了 我学过,中国人喜欢五一八这个数 也喜欢五月十八号这一天 因为五一八的谐音是我要发 对,对,怎么? 你也知道啊 是啊,我还知道中国人也喜欢六合酒 为什么? 因为,哎,你不是中国通吗? 怎么又问起我来了? 我问你,你告诉我 我懂了,不就通了吗? 酒与长酒的酒谐音 谁不希望友谊长酒,爱情长酒,活的长酒啊? 中国人还常说六六大顺 所以我知道中国人也喜欢六合酒 你不笨呢 你才笨呢 二 宴会上的规矩 中国人在宴会上的规矩可多了 都有什么规矩? 首先,要请重要的客人、老师、领导和长辈做上座 这是应该的 上菜时,如果是鱼的话 鱼头要对着上座 让重要的客人先吃第一口 喝酒的时候 大家都要先给他敬酒 上次我参加了一个中国朋友的婚礼 大家都让我先吃 是不是也把我看成重要的客人了? 是 要是你到中国人家里去做客 他们就会准备好多菜 让你怎么也吃不完 给你敬酒的时候 一定要干杯 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光 要是不会喝酒怎么办呢? 那也没关系 他们会说 感情有 茶当酒 你用茶代替 就行了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中国通嘛 当然知道的 比你多了 哈哈 又吹起来了 二 生词 数字 连 也 简单 一半 中国通 通 少 别人 伟大 可 申请 申请 专利 认为 认为 吉利 因 笨 谐音 巧克力 土豆 胡说 有意 长酒 爱情 爱情 顺 宴会 规矩 首先 重要 领导 长辈 对 上座 上座 敬酒 上菜 如果 如果 上次 下次 干杯 代替 感情 行 盖 哈哈 吹 吹 练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吉利 激利 激利 规矩 轨迹 简单 尖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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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情 神情 有意 犹豫 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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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 看清 看清 靓 的 规矩 学 小 规矩 ». 感谢观看